历史上曾经有十几位美国总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而最终有四位获奖,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不能拖了后腿,这不,他刚刚就被提名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促成了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和平协议。 据报道,特朗普是一名叫做克里斯蒂安·泰布林杰德的挪威议员提名,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相对于大多数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特朗普在制造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时做得更多。 实际上,克里斯蒂安曾在2018年就已经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他表示,自己并非特朗普的支持者,近年来,那些获得和平奖得主所做的事远不如特朗普,例如,奥巴马什么都没做,不过可惜特朗普当年还不够努力,最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一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生。 在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曾亲自上阵为特朗普邀功。 8月13日,他在一场发布会上不断将此事归功于特朗普,直言,特朗普应该因此被提名诺贝尔奖,结果,特朗普终于如愿以偿再次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不知这次他会不会最终夺魁,不过,早在去年9月, 他就公开声称自己早就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好啦,既然特朗普对这次诺奖势在必得,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他的前辈,美国获奖的四位丽人总统都是如何征服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吧? 第一位获奖的美国总统为西奥多·罗斯福,他于1906年因调节日俄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仅仅是诺贝尔奖开始颁发的第五个年头。 不过,这位罗斯福总统在任内所做的事情也并非都秉承了和平主义精神,比如,他在任内奉行门罗主义,扩充军队,干涉美洲事务,支持巴拿马独立,推动排华法案成为永久法案等等,都有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 第二位获奖人则是伍德罗·威尔逊,曾任著名常青藤院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919年因倡导建立国际联盟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国际联盟在当时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 不过,后因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成立的26年后解散。 第三位获奖的总统应该是最实至名归的,他就是吉米卡特,他也是唯一一个卸任后才获得诺奖的总统。 1980年,吉米卡特连任失败,但在其卸任的数十年间,其致力于个人外交,在很多国际事件中充当调停者角色。 2002年,吉米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几十年来不知疲倦地投身与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进民主与人权。 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事业中。 最后一位获奖的便是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奥巴马因促进国际外交和各国人民合作所做出的非凡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奥巴马在任期内从伊拉克撤军,誓言铲除IS,达成伊朗和问题协议等,不过他也曾增兵阿富汗,空袭叙利亚及伊拉克等,所以他手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也饱受争议。 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宗旨,获奖后是否真正能够让大家心服口服,小编在这里就不多做评述了,还是留给大家以及最终的评委会来定夺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